不知道人生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吗 现在我生活的这个景点啊 就告诉您这个道理 这片池塘呢是红村的月昭 他们当地人把它叫做半月堂 古人常说月有殷勤圆缺 那如果把它修成圆形的 是不是更好更圆满 但我们老祖宗不这样想 因为太圆满 它不符合中国人的智慧 当时村里的族长夫人 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花开必落月满则亏 月亮它最好的时候 就是将圆未圆的时候 因为月一旦全圆 那就奔着残月而去 我们人也是一样的 有人婚姻不好 但子女很优秀 有人事业很顺 但家庭不和睦 有人家庭和睦 日子却过得很清平 水满则易 月满则亏 人生最忌讳的 就是过于圆满 任何事物都有度 过了这个度 就会适得其反 人就长了两只手 你就是进了金山银山 也只能拿两样东西 所以人生最好的状态 就是求缺不求满 福不可想尽 让三分给他人 利不可占尽 留三分给他人 功不可贪尽 分三分给他人 人生所求不必太圆满 求而不得 未必是遗憾 人生无常 要学会知足 所以送给各位一句 我很喜欢的诗 何须多虑 盈亏事 人生小满 胜万全